大家好 欢迎收看YourBSID Channel 今天很高兴依然有我们钟志平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 钟博士 知道你除了在香港工业总会的主席之外 其实身兼很多职位 其中我举例一个就是香港的创科实业之前 都是你一手打造的 是一个香港很成功的工业家 对了 管理创科实业全球的办公室 其实IT应该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讲解IT来说 我记得我们初中开公司的时间 是用最原始的 例如一些MRP 简单的系统去订料 到后期公司大了之后 有很多东西要分析 我们就进步到一个ERP系统 除了ERP之外 接着又改进了 我们要用电脑来做CAD CAM 来做切计 来做工程的设计 然后如何将这些设计的资计 放入我们的产品里面 所以我们有些所谓的 Product Management 由Product Management 引伸到我们的ERP系统 成本各方面 一起 到现今阶段 经过一些不断的收购 过去那十年 全球都有我们的分公司 那我们如何去知道 这些分公司的表现呢 所以我们有 现在是Financial Consolidation 用一个Hyperine System 所以实际上不断在转变 而这个转变似乎到今时今日 没有IT的系统 似乎很难运行 不知如何运行 不知道坊间有很多IT的解决 可以选择 当中在选择方面 应该如何抉择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资讯 公司越大的时间 你越需要资讯 看不同的我们的表现 同时 比如传货 有很多财务 你要第一手资料的话 你一定要通过你的IT 否则我相信 你没办法 第一时间看得到这些资料 所以在管理方面 具有很重要的帮助 和可以协助到 你看到整本数 这个绝对 不止整本数 你的产品 原来我们是加强了 产品的设计 发展 产品的成本 这些种种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市面上 都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系统 其实在选择方面 主要会 斟酌在哪方面会重要的呢 例如有没有稳定性 穩定性 肯定性 莫深得是重要的 当然 如果中小企 可以外面有標准系统 或者ですね 较少了 ilee 可以手衣也是 所有的系统 但是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 怎样能够 我一直说 運 ovat 運作和 因为我们每年都 有机会 Regional 還有運收保養 很多時候一些中小企是不夠信心的 即使在外面是沒有錯 有些軟件是不錯的 當然我們希望用一些中小企的系統 但很多時候出現的問題就是 維修和升級 而不能夠接觸 這是我覺得最難的問題 所以十四年BNT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今天很感謝鍾博士接受我們的訪問 知道鍾博士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下一集我們依然有鍾博士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 多謝鍾博士 多謝 拜拜 拜拜 Dangry在前面 還是你控制 我控制了 但他有人在 他有人的 這個就是看來 10多人 哦 我們總共有7個人 但是你自己一個控制 然後行李放在這裏 我看過一些旅遊特輯有說過 對 對 我感覺到很冷 我感覺到 零下三十度 你又能夠嗎 你需要全面都包嗎 要的 然後戴上眼鏡 擋著光 因為我 我實在聽不到 因為很難 我已經是剝了那些東西 我看到你的影 是 因為它是背光 它又不是這樣 是靈相機 所以它是隨手的